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把他的眼睛换好 然后 他是个三角形的头 脖子 又细又长的脖子 我们今天画的螳螂啊 他是一个张开翅膀 平时我们很少看到就是这种形态的螳螂 是张开翅膀以后的他了 我们把两字笔可以来在手里随时来交换 然后呢 再画后面还有一只 可以先把 他的一些主要的先画出 他翅膀下面呢 有好多 薄薄的一个翅膀 免贴特别薄的一个翅膀 然后他身上的 他的肚子 他的兔子 然后 再来 他的基本形状我们画好了 然后 我们开始涂颜色 这只展翅欲飞的大螳螂 这只展翅欲飞的大螳螂我们就画好了 我们平时看到的螳螂呢很少看到他里面的翅膀 其实他外面有两个翅膀 里面还有两个薄薄的翅膀 螳螂其实是会飞的 但是他不像其他昆虫经常飞 他很少飞 一般呢 他在一个地方待住了 就不动了 等着猎物上门 然后跨一下 把他抓动 好了 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了 小朋友 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一课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转发 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 高级红建 感谢你的关注 小朋友再见